大家都知道 战略轰炸机一直是美军空中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型的B-21突袭者隐身战略轰炸机首飞前 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立下的20架B-2幽灵 一直是美军轰炸机部队的最强底牌 就在近几日 美国诺格公司向外透露 正在对B-2机队进行三大升级 能够极大的提升它在常规和核战争中的打击能力 下面跟着大兵一起来看一看 这款王牌飞机都升级了什么 据25号The Drive网站战区专栏报道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报告中首次确认 B-2已经在去年12月份完成了测试 洛马开发的增程型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 也就是AGM-158B型 这也是B-2第一次拥有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 B-2幽灵战略轰炸机相信各位很熟悉了 该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先进战术轰炸机项目 是全球首款飞翼布局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在项目开发阶段 诺斯罗普公司对其严格保密 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一座小城收购了福特的一家旧工厂 用于制造首架B-2原型机的部件 整个过程都极为严密 后来在美国空军第42号工厂完成了总装 直到1988年11月首架原型机才公开进行了展示 并在1989年7月完成了首飞 最终在1997年4月美国空军服役 那么为什么B-2轰炸机之前是不挂载AGM-158B呢 其实因为B-2的设计问题 因为机身应用了飞翼五尾布局 S型进气道以及二元红外隐形发动机喷口 好处是B-2的隐形能力极为突出 在早期设计上 原计划便是利用本身的全频谱隐形能力 深入苏俄腹地进行凌空轰炸 但是因为B-2的长度仅有21米 比只一般的战略轰炸机要短很多 甚至只和苏-27差不多长度 也就导致了其内部弹舱的长度极为有限 所以B-2早期设计只能携带航空炸弹 里面最重要的便是B-61系列 该武器是一种热核无制导核航空炸弹 重量一般在695到716公斤 就算是F-16也能挂载 由于采用了可变当量的设计 其威力在0.3到340千吨TNT当量之间 这款核弹B-2可以携带16枚 另一种威力更大的便是B-83热核弹 是美国在1970年代后期研制的一种可变当量重力炸弹 最大当量可以达到120万吨 算是美国现存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了 在执行常规的攻击任务时 B-2能够携带80枚 227公斤的MK-82无制导航弹 以及16枚900公斤级的GBO-31型GDAM航弹 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AGM-86就成为美国空军最重要的核长兼备巡航导弹 主要是由B-52G-H挂载 其内部弹舱旋转时挂架可以挂载8枚 外部则是可以挂载12枚核计20枚 至于B-1B理论上也是能够挂载的 不过需要拆除了B-1B的前后弹舱隔板 所以实际上并没有配备过 而B-2则是根本无法挂载 其他比之AGM-86要更先进的 更隐形的先进巡航导弹 AGM-129长度已经达到了6.35米 再加上现金也因为美俄核财军已经退役 之前只是装备了B-52H 与之前的这些相比 AGM-158B的长度只有4.27米 是要短很多 重量达到了1021公斤 早于2014年就装备了美军 早期只能有B-1B轰炸机挂载 之后其他战机也逐渐开始使用这种巡航导弹 比如说F-15E攻击鹰战斗轰炸机 便在2018年实现了G-SSM-ER的全面作战能力 在设计方面 158B不仅应用了高度隐形设计 而且比之圆形的AGM-158的400公里射程 158B的射程是达到了960公里 这是一个显著的提升了 这便是归功于增加的燃料 和配备的F107涡轮风扇发动机 至于威力方面 一吨左右的重量有410公斤式战斗部 由于之前的B-52H和B-1B都已经挂载 这次B-2改装它也算是顺理成章 之后在面对潜在对手的反隐形雷达时 B-2就可以携带多枚射程近千公里的158B 在敌方高强度防空火力外进行打击 可以这样说 在B-2轰炸机装备了AGM-158B之后 已经为未来的作战能力打开了大门 现今美军三种AGM-158B的改进型和衍生型号 已经在研发当中了 能够进一步扩大158B的射程和战术灵活性 其中一种是AGM-158B-2 早期被称为GASSM-XR 而XR意思为极限射程可能会获得AGM-158D的编号 美国空军曾经声称AGM-158B的编号 将会用于具备双向数据链的AGM-158B 此型导弹拥有发射后 在任务执行期间针对重新定位或更高优先级的单位 进行重新瞄准的能力 其数据链还能够根据突发威胁更好的事后评估 以及其他优势规划飞行路线的更新能力 自从2021年开始 进一步增程至1900公里射程的GASSM-XR 已经开始进入低速生产阶段 预计将在2024年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此外 另一种的AGM-158B-3正在开发当中 计划增加一个军用GPS接收器 导引头中将增加抗干扰和抗欺骗功能 能够在未来任何重大冲突中 特别是面对俄罗斯等潜在对手时 美军可能会出现GPS网络接入性能下降 甚至是完全失去连接的情况 不过 现今美国空军似乎还未计划 让B-2轰炸机携带另一种AGM-158B的衍生型 即AGM-158C远程反舰导弹 同时尚不清楚美国空军预计B-2轰炸机 何时可以携带AGM-158B 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除了安装新式导弹之外呢 在8月25号的新闻报告中 诺格公司还强调了 会在B-2上安装新的雷达辅助瞄准系统 而在整个B-2机队中 加装此套系统是规模更大的综合性P6.4升级的一部分 该升级项目早在去年就获得了美空军的认证 RATS可以通过利用雷达提供的位置数据 大幅提升B-2使用精确制导弹药的能力 大家要知道 在原有的雷达配置上 B-2是安装有两部有源相控阵机载火控雷达的 也就是AN-APQ-181 其雷达天线在飞翼前缘下方 因为缺少对地攻击的光电跟踪系统 所以在投掷新型GPS制导的B-61-12核航弹时 需要让雷达对地进行精确合成孔径测绘成像 以此来保证在GPS被干扰时 其完全依赖惯性制导仍拥有较高的攻击精度 这次升级也是为B-2安装了近两年来 密集测试的B-61-12的配套举措 诺格公司声称 在整合了RATS之后 可以让B-2充分使用B-61-12核弹 RATS是核武器现代化的核心因素 因为轰炸机在特遣部队任务期间 可能无法使用GPS 不过B-61-12的制造成本那可不低 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 算是美国核武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 而此款核弹采用了新部件组合制造 包含有配备惯性导航系统的 新型尾部套件 以及早期B-61系列的翻金部件 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 B-61-12最终将取代 美国核武库中所有的老实信号 目前大兵还不清楚 RATS如何确保在隔绝 或者削弱GPS环境中使用B-61-12 大概率是因为此核弹的尾部制导套件中 未安装GPS接收器 不过B-2的机组可能会使用机载GPS 来帮助其锁定目标的位置 以此为B-61-12提供初始数据 一旦出现GPS不可用的情况 在非制导模式下投掷B-61-12时 就可以用非常精确的雷达辅助轰炸能力 从而提升核弹的打击精度 可以确定的是战场上对GPS网络的潜在威胁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未来还会变得更强 所以在精确制导模式下 投掷B-61-12的能力 对于充分使用这些新型核弹尤为重要 现今美军只有F-15E、B-2、未来的B-21以及F-35 有能力携带这些核弹 并且激活精确制导伪翼套件 其实早在今年的6月13号 美空军第72测试评估中队 在怀特曼空军基地为B-2轰炸机安装了B-61-12联合测试组件 该中队的指挥官在7月份空军媒体上表示 在过去的9个月里 我们进行了多次试飞 以测试新的RATS能力 并且收集了该系统的性能数据 在投放GTA时 使用RATS展示了新的能力 这次测试也是B-61-12量产型的首次应用 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 B-2将在年度武器系统评估中 计划试飞期间投掷B-61-12GTA 从而保证其武器系统的战备水平 至于第三项升级 算是诺格公司 对已有加密设备的现代化升级 也算是IFC P6.4的另一个优势 虽然透露的细节很少 但是诺格公司曾经在今年早期 在俄赫拉克马城武器系统支持中心 进行了飞行测试 该公司向外表示 升级加密设备将进一步提升B-2 各种高频传输的通信安全性 使其能够在未来的威胁环境中 安全地使用先进通信设备 这里有一点值得一提啊 诺格公司此前已经确认 B-2的持续升级经验 正在被纳入到B-21计划 而在2019年底 诺格公司高层也声称 我们在B-2上获得的经验 能够应用到B-21的可持续性 可维护性 以及任务完成能力上 所以B-2能够完成的 B-21也可以做到 大兵考虑到这一点 可以肯定158B和其他武器 会进入B-21的武器库 并且大概率 RATS和升级加密设备的能力 也将会用于B-21 当然了 逆向操作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B-21开发过程中的衍生技术 也会用于目前B-2的现代化升级 根据美军的计划 在B-21服役之后 依然会有19架B-2 继续装备一段时间 可能会在20年代后期出现此情况 一直持续到B-2和B-1B 共同退役 而目前B-1B机队 已经开始缩编了 最后一架B-2的退役时间 尚未确定 可能会取决于B-21服役的 最终时间表 以及美空军 未来对轰炸机机队 规模的总体考虑 此外就在2021年7月6号 美空军官网正式公布了 新一代隐形轰炸机 B-2的效果图 画面中最突出的 便是机头部分 出现了一个之前 从未见过的 驾驶舱挡风玻璃设计 而就在各方猜测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时呢 美国空军杂志向外透露 公布的这张效果图 成功地将B-2最重要的 进气口改进情况 给掩盖了 从这张美国空军 发布的效果图可以看出呢 一架B-2轰炸机 从爱德华斯空军基地 上空掠过 美国战区网站声称 此次B-2挡风玻璃的设计 与之前公布的 另外两张设计图相比 早期图片中呢 只显示了 驾驶舱的两扇窗户 新的渲染图中 显示了在驾驶舱的左侧 出现了一块 新的狭长形斜窗 据推测 在驾驶舱的右侧 大概率也有相同的窗户 加上驾驶舱前方 的两块独立挡风玻璃 B-2轰炸机 可能会有四块驾驶舱窗户 根据战区网站的分析 现今依然不清楚 侧面的鞋窗有什么作用 从下到上倾斜的窗户 看起来 几乎没有可以向上的 可视视角 而且呢 窗户之间的框架 还会增加 该区域结构的复杂程度 想要保持飞机的隐身特性 就必须处理好 这些区域的平滑处理 而且制作这么大一块的 单片曲面玻璃 也是相当复杂的 此前美国空军杂志曾声称 与美国空军现役的B-2轰炸机相比 B-21虽然外形相似 但是最新效果图显示 B-21的机头 有更为明显的鹰嘴式机身前缘 与之前的效果图相比 最新的B-21驾驶舱的隆起部分 也更加突出 这与B-2存在明显差别 大兵认为 这些特点呢 可能是延续了诺格公司的最新成果 因为该公司之前开发的 YF-23战斗机机身 就有明显的中央隆起部分 而且X-47A 飞马实验机也有类似的鹰嘴 不过这些让军迷纷纷讨论的细节 其实包含的意义信息并不多 空军杂志也声称 这只是一张效果图 并不能代表最终的外形 美国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主任也表示 早期的效果图中 B-21的平直进口 与B-2的扇形进气口完全不同 大家都知道 进气口的形状 以及尾喷口的遮蔽设计 将直接决定B-21的隐身性能 另外报道中还提到 与效果图一起发布的新闻稿中 并没有提及B-21轰炸机的性能或者尺寸 只是声称将首先部署在 爱尔斯沃斯空军基地 随后进驻 怀特曼空军基地 以及戴斯空军基地 而美国空军新门稿中还提到 B-21除了执行核打击任务外呢 还将会是美国空军 进行常规远程打击的 更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它将拥有通信 情报 侦查和监视 电子攻击和其他能力 旨在适应有人或无人操作 可以广泛使用直接攻击弹药 和防区外弹药 国会老爷预计将采购 超过100架的B-21轰炸机 单价为6.39亿美元 另外虽然B-21的开发和生产计划 一直都尽感顺利 但是近期美空军却向外宣布 原本计划于今年进行首飞的B-21 将推迟半年进行 并没有向外说明原因 不过这对于大型武器的研制项目来说 计划节点的推迟算是正常的 美军最早于2014年 发布了B-21的项目需求 2016年确定将项目交给诺格公司 紧接着2018年开始原型机的建造 最后2019年建造隐身涂层 喷涂车间 并在2021年报道 首架B-21原型机即将完工 第二架原型机已经开工 之后就是2022年2月 透露正在建造6架B-21 3月又透露出 首架原型机正在转移到测试车间 从以上进度 大家可以看出 B-21项目的推进非常的顺利 就算是推迟到2023年首飞 相较于B-2项目 也是节省了近两年半的时间 而这一切呢 都要归功于诺格公司 在B-2轰炸机上的技术积累 再者来说 半年的延期 也在美国空军的承受范围内 毕竟美空军早在三年前 便确定让B-2和B-1B两款现役轰炸机 分别在2031和2032年退役 期间保留少部分经过升级的B-52H轰炸机 以此承担B-21形成完整战斗力前的过渡症 总结来说 目前美空军依然会让B-2保持在轰炸机部队的主力位置 一直到该机种全部退役 而这全靠其具备的特殊能力 虽然呢 B-2以复杂的维护和后勤而闻名 给美军的使用时间和资金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但是呢 这次进行的现代化升级工作 还会着重于改进维护和后勤过程 从而提升起战备能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么大家认为B-2是否会被B-21完全取代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如有披露 也欢迎各位指出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制程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